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月1号晚在首尔下榻饭店 李克强表示 中日是亚洲和世界 去年底以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关系逐步 双方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方向 中方主张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 全面落实去年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 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 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希望日方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改善 二是妥善处理和管控敏感问题 历史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13亿中国人民感情 希望日方充分认识其高度敏感性 切实恪守迄今做出的郑重承诺 真正做到正式和反省历史 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好有关问题 三是培育相互信任 双方应将中日地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肩负责任 应共同为此做出贡献 为二战的深刻反省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专守防日本继续沿着和平发展的方向走下去 在军事安全领域尊重亚洲邻国关切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四是深化务实交流合作 中日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 日与中韩两国是邻国 三方应加强合作 推动三国共同发展和经济一体化 日方愿同中方就早日达成全面高水平的 日中韩自贸协定开展积极谈判 三方应加强合作